好,那我们继续看刚刚我们想用一个很短的例子 来为各位介绍一下什么叫剖析 那所以呢,我弄了一个很短的语法 那这个很短的语法呢 我们照剖析系的方式来,但是简化很多 那我这边先举一个例子给各位看 我现在呢,执行这个EPAS3加 不一定要3,5乘以4,像这样的东西 我把它剖析开来,你就会发现它会变成ETF 然后呢,取得那个字,对不对 取得字完之后呢,它会前进到下一步 然后再取得加,再前进到下一步 再去比对F,为什么呢 因为T等于F加F嘛 OK T等于F加F,而且加F可以重复很多次 那所以呢,它这边再去取得F 这个F又变成5 那可是F呢,F又等于什么 F呢,F呢,变成是 要嘛就是一个,要嘛就是一个数字 不然的话,它就必须要是括号开头 我们来看一下原本的语法 F是不是要嘛就是一个数字 要嘛就是括号开头 然后接下来再接一个E,再接一个这个 那所以我们就利用这样的程式呢 去做剖析 目前你看看起来看不出来 这整个的意义是什么 那我们现在要教各位怎么去解读这样的地回情况 好,我如果今天呢 这样子,一开始我去比对E 去比对E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E的规则 好,这个E的规则呢 就是T加减T 好,E的规则是T加减T 我把这一段规则弄小一点 好,E的规则是T加减T 来,对照一下 好,我现在E,E的规则是T 然后呢,如果下一个是加或减 那我就前进一格 就先把这个加减吃掉 把加减吃掉之后再去比对T 所以我这一段的程式呢 是在做这一件事情的EBNF迂法剖析 做T,然后呢,加减T 0次以上,对吧 0次以上 那我怎么判断到底要几次呢 就是如果下一个是加减 我就继续比对 因为下一个如果是加减 我才会做这整个 如果下一个不是加减的话呢 我就不做了 OK,所以这整个理法写成程式 变成这个样子 这样看得清楚吗 整个理法写成程式变成这样子 接下来呢,这个T等于F T等于F 乘除F 等于F乘除F 所以呢,我就呼叫一次F 对不对,因为至少有一次F 好,接下来呢 如果下一个是乘除呢 我就把它那个字吃掉 吃掉完之后呢 我再去比对F OK 那比对完之后呢 就又继续这个回圈 对不对,因为我们比对可以很多次 对不对,可以很多次 好,那接下来F呢 F等于什么 F是说如果它是括号的话呢 就走这一条 对不对 是括号就走这一条 我们现在一开始括号 就走这一条 先取得 如果是括号就先把括号吃掉 然后呢 再比对一 那比对完之后呢 它一比对完之后 那个字一定要是括号 一定要是括号 然后再把这个结束括号吃掉 那 如果今天不是这个case 不是这个情况 那一定就是数字 所以如果不是这个情况 就一定是数字 所以数字的话 我们在这边有一个限制 因为我们不想去做太复杂的 的符号之类的处理 所以我们规定 目前的数字只能用0到9 而且只能一个字 不像这边说还可以加 加代表一个字以上 我们这边只能一个字 所以你不能写33 34 这不行的 你只能用0到9 在我们这个简单的例子里面 只能用0到9 所以我们这边的数字 全部都是0到9的数字而已 所以我剖析之后变这样 我们把这个程式先传上去网站上 给各位去执行 各位下载来执行 看看你了解多少 那之后呢 我们等各位确认完之后 我们就要出考题 请各位直接写出那个剖析器 也是像这样简单的 那我传到网站上 OK OK 那我传到网站上 那我传到网站上 OK 那我传到网站上 这是我们刚刚的程式 所以 这个规则是 我把它写一下,规则是T等于T,然后加减T型号,T等于F乘除F型号 F等于N,或者是1,就这样一个程式 那N什么呢?N等于0到9 请注意,我们没有加,所以就0到9而已 这是我们的语法规则 好,这是我们写的超小型火星计 你说F怎么样? 少了单引号,你是指说这个吗? F等于,对,这个单引号 那其实在这边我们不写单引号,你可以理解就好了 因为BNF的语法规则,其实各有不同的版本 那只要你看得懂,至于它有没有加引号,其实没有关系 那在这里我们如果加,因为怕跟这个混淆,怕跟这个混淆 所以才会加单引号 那如果你不会混淆的话,就没有关系了 就没有关系 那加单引号不代表它真的有个单引号 加单引号只是说它是个字母 就这样,好,那这一个东西呢,我先传到社团上去 好,先传到社团上去 那各位把它拿下来执行看看 一个非常非常小的 那执行的方法请记得,像这个样子 我干脆把执行方法也贴上去 像这个样子 不字 好 你可以用DevC++或者是 但是DevC++你要下参数 所以其实用G77还是比较方便 那你试试看,先执行看看 那已经在社团里面了,所以OK 好 你